九宫海岸景观区 为金马地区最吸引观光客造访的神秘战地遗迹之一 是国军当年为了运捕、战备而挖掘之小艇坑道 各坑道形式虽有差异 然基本功能与必备条件 就是在坚硬原体下 避免运捕过程遭受炮火攻击 在战争中,地下化设施有效快速运果 攻击的两栖作战目标 而花岗岩类具备相关条件 参访猎鱼箱的九宫坑道 可以感受当年国军人工开招的艰巨 以及那鬼斧神功的雄伟气势 九宫码头为目前猎鱼箱唯一对外交通据点 渡轮船是离岛对外沿路的唯一交通工具 码头旁建有立与地标风机 与传统闽南建筑的造景良品 下船后步行至九宫坑道 便可欣赏坑道出海口海水涨潮与推草景端 坑道另一端出口为罗处渔港 周边可欣赏限定湖基 罗处刘氏兄弟洋楼的中西合并建筑之美 823炮战纪念碑及胜利门的战地时机 更可登顶妈祖公园 眺望东陵海滨公园 位在九宫码头旁的九宫旅游服务中心 及九宫坑道内的列宇游客中心 是认识列宇以及获取旅游资讯的必访之地 由九宫码头步道沿途至罗措海港外围杂角沿岸 可以看到花岗沿岸被海水侵蚀的海石地形 诸如海石沟 花岗片麻岩上的青露盐满 节礼美不胜收 步道沿着海岸绕行 可步行至据点观景台 欣赏宁静的海石地形 并体会当年国军官兵们的辛苦携泪史 九宫海岸景观区 期待您的到访 考试形できiona